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继续讲《纵观根本会论》的第二十四篇 第二十四篇就是观四地篇 那么观四地篇 以理光说和以教证总结分两个方面 以理光说就是说对方的观点和破他们的观点两个方面 说对方的观点 前面已经通过六个方面来进行阐修过了 下面是我们讲破他们的观点 那么破他们的观点 他从发太过的原因 自从无有过失之力 真无缘起空性的重要性 分三个方面进行宣说的 第一个 他从发太过的原因 昨天我们先讲对方没有通达空性的道理 对方没有通达二地的道理 然后对方没有通达二地的道理 通过五个方面来进行阐修 他进行宣说了 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那么今天讲自从没有过失的道理 就是讲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分四个方面来进行阐修 第一个 自从无过之根本 自从没有过失的原因 或者自从无过之根本 宣说供过之缘 宣说功德和过失的来源 或者除业可以说 第二个是宣说供过之缘 然后第三个 无过失之中 不应使其便为有过者 意思就是说 没有过失的宗派不应该使他变为有过失者 无过之中 不应使其便为 不能让他变为有过失者 本来没有错的话 不应该愿望他 不应该把他错为有过失者 这个意思 然后第四个问题 反击过失 推翻他的过失 或者这个过失推回去 推回过去 以这个意思 反击过失 分这样四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自从无过之本体 也就是说我们宗观众没有过失的病体 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破他宗的时候 他宗为什么给我们发出太过呢 一个是他们对空性不知道 一个是他们对二的不理解 就是这样两个方面 这个问题昨天已经讲了 对方当然说 一个是对空性毫无理解 第二个是对二的毫无理解 这个原因我们昨天应该讲了 所以希望你们不管是辅导的时候 还是下面的道友们 理解的过程当中 应该把这个科判想结合起来 想结合起来的话 有利于你的理解 否则脱开这个科判以后 你的理解恐怕有一些困难 这样每天所讲的 这个科判也不是很多的 大家还是应该认认真真地去观察 或者是分析他的内容是极为重要的 那么第一个 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为什么对方给我们发出这么大泰国的时候呢 我们昨天讲了 为什么对方给我们发出泰国呢 当然这个原因 从两方面来已经讲了 一个是他们不懂空性 一个就是他们不懂耳地 这个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也可能经常遇到的 为什么我们总观抉择 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 有些人认为是我们的因果不合理 有些人认为我们对三宝的恭敬心不足等等 那么这样的时候 我们也是可以这样想 对方是情有可怨的 对方还是理解对方的观点 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对耳地一窍不动 因为对方对空性一窍不动 所以他会无解成这样的 他会给我们发出这样的泰国 这个是我们会理解的 昨天上面 总而言之讲了这些道理 今天就是说 对方这样发出泰国的话 你们宗观论师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过失的话 哦 我们肯定没有过失 只不过是他们的无解而已 我们前面进行阐述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说 我们自宗没有过失的根本 没有过失的原因 也可以这样讲吧 就讲这个问题 若若发泰国 唯控宗费力 可能这样好一点 这两个词改一下 唯和物呢 改为宗费 唯控 就是所谓的唯 这个不变 然后后面的唯无力 唯控宗 唯控制也可以 唯控制非力 他这里字面上的意思说 你们优势中给我们宗观派发了很多的泰国 上面有六大泰国 这些六大泰国 唯控者就是费力的 对我们所空性的宗派 指的是我们宗观派 我们宗观派这是费力的 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一点也没有害处 对我们来讲 可以说是一种费力而言 我们不当作一件真正的事情来抓 虽然给我们发出了很多的泰国 但是我们所谓的所控者的宗派 你们给我们发出来的这些泰国 一定也是不当一个理由了 不会当成一件事情了 为什么这样呢 如则弃空性 与之中不容 因为你们 真正的空性已经舍弃了 你们包括卫视中 还有有部经部 外道和世间人 当然对空性方面的辩论 也不是特别多的 因为他们对所谓的空性 也不是特别动 所以一般来讲是小乘和有始种 那么你们自己 已经放弃了真正的缘起空性 这样一来 我们宗观派不容有 什么是不容有呢 你们给我们发出来的这些过失 你们给我们发出来的这些泰国 实际上我们宗派当中 一定也是没有危害的 就是根本不会有任何危害的 我们应该说是 不会承认你们给我们发出来的泰国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刚才略说的时候 大家应该 这个稍微有点可能拦截一点 因为有时候好像前面 费力和不容有相同的意思 或者是不是前后都是一样 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你如果详细地分析的时候 它每一个字有不同的一些含义 有不同的含义 这样刚才就是说 因为有部宗给我们这样的法太过的话 我们不会有过失的 我们现在广说的时候就不会有过失 为什么不会有过失呢 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空性的含义 空性的本体 空性的必要 就是根本不知道的 根据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 我们作为宗观派 既知道空性的本体和必要 还知道所谓的空性的含义 在这样一来的话 你们暂时以一些单空的执着 单空的执着给我们发出来的这些太过 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任何危害的 而对你们自重来讲 这是对解脱当中 还是比较大的过失 《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宝积经》里面讲 宁请我见如须弥山 宁可可以起我见如须弥山 也不作增上满其余空间 这个教证在 引用在《清边论师》的讲义当中 意思就是说 宁可我起如须弥山一样的恶见 这样的恶见器 我可以用其他的对治方法来进行摧毁 也是可以的 但是千万不要让我起一个增上满的一种空间 增上满的一个空性见解的话 那这个怎么样也是摧毁不了的 因为《佑布宗》有些论师 他们认为是单空的这种见解 就是一直固执极见 十字不放 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见解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说 你们给我们发出来的这些态骨 对我们来讲 确实一点也是不合理的 对我们宗派来讲 一点危害都是没有的 可是对你们自己来讲 当然是这样的 执着单空的见解 在解脱过程当中还是一大障碍 就一大障碍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们自己已经完全 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空性的真正内涵 完全一定舍弃了 而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空性呢 就是我们现在名言当中的所作所为的一切显现 全部本体上是空性的 这样的道理就根本不知道 所谓缘起即是空性 空性即是缘起 这样的这种深深中观力 在你们来讲现在是一无所知 这样一来 导致现在你们对中观法门 或者是对空性般若法门 产生不合理的邪见 这一点是你们宗派和 你们的善知识 你们的上师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说 你们已经舍弃了什么呢 舍弃了空性 舍弃了什么呢 舍弃了真正的缘起空性 而我们自从你们所发出来的这些泰国 根本不可能容有的 所以这个根据我们的理解 进行阐述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可以这样想 别人跟我们确实讲了很多前面所讲的 这些因果不合理 三宝不合理等等这样的过失 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些过失呢 因为他们所认识的空性 是从单空的角度而讲的 而且他们自己 要么万法都是不空的 要空的话就住在一个单空上面 以这样的观点作为出发点 然后给我们进行法太过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可能有这些过失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样承认过失 所谓的万法就是一个单空 也没有这样承认 也没有承认 所谓的万法是不空 但是不空的话 也当然有很大的过失 所以我们没有过失的原因是这样的 自从没有过失 自从没有过失 这个是我们刚才课堂当中讲的 自从无过之本体 自从无过之原因 可以吧 我们下面就好解一点 自从无过的原因 为什么自从无过的原因呢 因为你们所发出来的太过 对我们来讲是不可容有的 对我们不管从哪一个见解上来讲的话 那就根本不可能稍有过失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下面就是进行分析什么呢 就是宣说功果之缘 要宣说功德和过失的来源 那有过失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没有过失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万法的本体 如果是执着空性的话 那一切功德的来源就是这个 也就是所谓的薄弱伏母 如果我们没有知道 一切万法是不空的话 那一切名言和世俗生意的 所有的现象都是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这一切过失的来源 下面要进行宣说这个问题 下面词面上的意思就是 一切万法只要有空性的意义 那么一切法都是可以成功的 一切我们现在名言的 各种各样的现象都可以成功的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不空的法 或者一切万法是不空的话 那么一切的一切不能成功的 一切的一切不能成立 从颂词上讲 当然空性才可以成立一切 然后不空的话 一切都不能成立 大家这个意思也非常简单 这样来理解的 但是从我们进行分析的话 它的含义也是极为深奥的 我们前面也讲了 一切缘起法可以空的 那么空性才可以安立一切因果等等 那么他这里怎么说呢 一切万法它的本质应该是空性的 只有空性才能有安立名言 才能安立世间的一切概念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才能有这样的 如果不空的话 这些合理性和可能性都是不可能有的 那么根据现具论的一些意思 来进行阐述的话 也可以这样说的 现具论当中也这样讲的 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 一切万法空性的话 那么我们所谓的苦地 苦尽密道当中 我们前面说是 若一切恐 无生也无灭 如是罪无有 是生敌之法 前面给我们不是发出这样的泰国吧 那么这样泰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 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 首先是我们众生受这个痛苦是合理的 感受这个痛苦 因为这个空性的话 它依靠各种各样的因缘具足之后 我们众生感受痛苦也是合理的 然后我们感受痛苦以后 我们知道这个痛苦 然后知道痛苦以后 这个痛苦的来源是基地 断除基地也是合理的 断除基地以后 现前灭地和 还有那个依靠道地来现前 所以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 那么所谓的四地应该是合理的 如果四地合理的话 那么现前灭地的 前面所讲的这种八种果 八种果和相 四种果和四种相也是合理的 如果四种相和四种果合理的话 所谓的我们佛教当中的神宝合理的 如果神宝也是合理的话 我们前面所讲的灭地 因为空性当中灭地是合理的 灭地合理的话 那么所谓的正法合理的 如果正法合理的话 依靠正法而能宣说的这些教言的教法 也是合理的 如果教法和正法合理的话 那么依靠教法 依靠这种圣果 依靠这种圣果 所谓的佛报 也是极其合理的 如果有佛法三宝 那么我们出世间和世间 然后罪业和福德等等 这些也是合理的 如果这些合理的话 那么世间的一切灭言 请坐 请吃饭 请过来等等 世间的这些灭言也是完全合理的 只有这些一切万法 才有在空性的基础上可以安理的 如果一切万法是不空的话 上面所讲的 包括四地一直到世间灭言之间的 所有的 一切的一切都根本不可能合理的 这一生就是讲《限聚论》当中吧 《限聚论》当中大概以这样的一种推断吧 也就是说以浅浅的道理 推厚厚的一种过程来进行描述 进行描述什么呢 只有空性才能有什么呢 才能有合理性 只要空性的话 我们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名阳 或者形形色色的一些万法的这种补充他别 在众生面前也可以显现的 也是有合理性 前面《限聚论》在诸师当中也引用了《文殊道行经》 《文殊道行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若见一切诸法不弃则 如果一切诸法不弃的话 那么可以 接触痛苦就是可以的 如果一切诸法不弃的话 断几地是合理的 佛经当中都这样讲的 如果一切诸法是毕竟涅槃的话 那么才有什么 证灭 证物灭地也是有的 如果一切诸法本体无有的话 才可以修到 所以这是你们《清聚论师》的讲义里面 由《文殊道行经》进行禅试 进行禅试的话 跟《限聚论》里面所讲的基本上意思是一样的 他这里只不过引用教证 引用教证这一点说明什么呢 只有空性才能枯击灭道 也就是说 尸体的这种案例非常非常合理的 如果翻过来说 一切万法是不空 不能空 那么不空的话 苦击灭道的四种地 根本不可能成立 如果这不成立的话 当然包括后面的三宝 因果 还有世间名言等等 一切的一切 根本不可能融有和成立 所以说 我们是有空意过一切法的成立 正因为一切法是空性 一切都是成立的 正因为一切法是如果不空的话 或者任何一个法不空的话 那么这个在一切的一切 比如说一个法如果不空的话 他的生主灭 然后他的行程 他的灭亡 或者一切的一切都不能 麦彭仁波切在《中观众文论》当中也是说了 如果在所知当中 有一个法是诚实的话 所有的一切所知 都不应该显现了 如果一个法不空的话 那么世间的一切万法都不能显现的 或者他自己的本体 要么永远显现 要么永远不显现 所以一切的一切 只有空性的技术上才可以安立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经常引用这个教证 经常也是说 比如说我们小小的一个镜子当中 如果一切万法的本体不存在的话 那么小小的镜子当中也是 包括山王 或者一切外面七十节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可以显现的 如果镜子里面没有空的 那么影像不空的话 那这个镜子当中也是不应该能显现 同样的道理 万法只有空性才可以显现 这一点我们不说理论 通过自己的修行来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 在自己相续当中所生起来的烦恼 全部是只有空性的基础上才可以显现 因为空性的缘故 这些因缘具足的时候 比如说我相续当中的嗔恨性 如果它是不空的话 那不可能显现的 因为这个嗔恨性它的本体空 所以各种空性的 生意当中的空性的因缘 面当中集聚的时候 就是什么说呢 现在我们众生的分别念 嗔恨等等 自然而然会显现的 所以一切万法 空性才有它的形成 对 现在这个教证 应该大家这样理解 就是讲一切万法 只有空性才能可以显现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刚才我们讲的第三个科判 没有过失的宗派 不应该拾起所谓有过失者 下面就是说第三个问题 如今自有过 而已回向我 如人乘马者 只往欲所乘 那么你们如今有始终的话 实际上自己没有证悟空性的过失 是完全有过失的 而你们回向给我们 推到我们的身上 他这里回向 有时给 有时送给 转送这个意思 所以你们自己没有证悟空性 或者是把诸法 单作为一种单空的观点吧 这是有错误的 因果 一切世间名言不合理的 但是这种过失 已经推到我们的身上来了 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一个人他骑着自己的马 然后他骑着自己的马的时候 然后他就忘了 自己已经骑马了 然后愿望别人说 是不是你把我的马偷了 然后你不应该 你到底给不给我啊 再抓着他的脖子 你是不是把我的陈器已经被脱了 这样的话 那这个人怎么解释 这个人说 我没有脱 就是你自己的马 自己骑着的 那同样的道理 然后你们有始终的话 将自己的一切万法 所谓不空的道理 这个本来是有很大的过失 因果 名言 三宝等等 一切的一切 在这样的观点和基础上 根本不合理的 但是你把这样的观点 已经推到我们宗观者的身上 撒迦班子达在撒迦各样里面 也是说了 有些愚者 自己的过失 推到别人的身上 就像乌鸦 自己吃了不经食 然后把这个嘴 插在一个非常干净的地方 就是同样的道理 你们有始终的话 就是自己 因为自己的福报 自己的智慧等各种原因 甚深的缘起道理没有通达 没有通达的话 最后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如何有过失者 而且把自己这种宗派的过失 推到我们万法解控的宗派上来 这种说法和这种方式 完全是错误的 你们应该首先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后公公经济地向我们宗观派 皈依投降 这是讲第三个问题吧 这个颂词吧 这第三个颂词的话 孟仁波切在讲义当中 也是讲的片子比较广 比较多 所以我在这里不广说 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 翻起过失 翻起过失也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他中有过失 第二个是自中无过失 然后第三个就是广说他中之过 就分三个方面 他中有过和自中无过 然后第三个是广说他中之过 第一个就是他中有过 讲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翻起 也就是说 把这个过失 凡事退回到他的身上去 一切万法不一律的这种过失 是我们退到有始终 他自己的身上去 那么这个分三个方面 他中怎么有过失 自中怎么没有过失 讲这个问题吧 首先是他中有过 若如见诸法决定有心者 即为见诸法无因也无缘 我们从字面上解释 如果你们承认是一切诸法 你们的见解 一切诸法决定是有心的 这是不管是有部众还是经部众 他们都承认是万法在本体上应该存在的 或者是他细微的行事不空 或者是细微的卫尘不空 细微的刹那不空 等等 万法他有他的一种决定的自性 如果一切诸法 他的自性是存在的 而且他的自性也是这样的恒上不变 或者是有的话 即见诸法无因 那么你们的见解完全是什么呢 一切诸法是无因无缘的了 跟没有什么差别呢 跟常派和其他的宗派 没有什么差别呢 怎么没有差别呢 就是说如果一切诸法决定存在 决定存在的话 那么极为见 他这里见 从见解的方面来解释 也是应该是可以的 那么应该能见到 一切能见到 不能这么说吧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承认 一切诸法是决定有心的 那么一切诸法是决定有心的话 等于你们已经说了 一切万法是无因无缘的 没有什么差别呢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从苗芽和种子的角度来说 如果苗芽和种子 它的本体是没有本性 没有本性的话 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 凡是一切万法 它就可以在它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 苗芽在它的本体上 首先产生也可以 然后中间安住也可以 最后毁灭也是可以的 或者在苗芽通过地水火风的观开 或者地水火风的助缘下 它可以有生长的机会 如果它是空性的话 它有这个机会 如果所谓的苗芽 或者它的种子有决定的性质 如果有决定的性质的话 那么它就根本不关带任何因缘 不可能互相关带 或者互相依靠作用而产生 如果它没有依靠作用而产生 那么实际上它对它的因缘是无利无害的 无利无害的 这样一来 这个法实际上已经成了什么呢 就是无缘和无因 没有任何差别了 就这样 我们说万法是有事有何 或者万法因缘没有什么差别 隐名当中说是没有见到法盒 已经见到了没有的东西一模一样的 在隐名当中有这么一句 意思说我见到了没有的这种法盒 或者我没有见到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 你说一切万法是本体实有而产生 或者一切万法从来不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 这两个意思 完全都是一样的 下面讲讲义吧 无国之理由分四个方面 夫人过患者本体 先说公国之处 广说哲哲他众之国 尚有他众之力 分四个方面 第一个 如果以你们四地不合理等说法而发泰国 这个地方稍微可能要改一下 对我众所称许的 因为他们发泰国 如是你们 如是可能好一点 如是你们以四地不合理等说法来 给我们发泰国 而对我众 而对我们自众 而对我们自众所称许的 自信空性 无道正见而言极其不合理 就是优备真理 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如是你们以四地不合理等等 以这样的说法来给我们发泰国 而对我们自众所称许的 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它是无道的正见 对无道的正见来讲 从这个角度而言极其不合理 一点过失都没有的意思 极其不合理 对我们自众所称许的自信空性之 无道正见而言极不合理 这样可以 你们就已经将诸法之空 也即使说究竟这空性 彻底抛弃了 彻底舍弃了 对于自众而言是 与你不容的 因为你们 我刚才也讲了 你们对这个空性的含义 空性的本体 一切的一切 一点都不知道 这样一来 对我们众观众 与你不容 你这样还给我 你自己已经变成盗者了 已经偷东西了 然后你还是说 反而说 你们这些盗者的话 你想一想 你自己偷了多少东西 你还说我们 对我没有任何危害 没有任何过失 但是你这样说 你应该不公正吧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一个坏人说 你是坏人 那就是不合理吧 你自己是如何如何的坏 他这个意思 下面的小字有一点点错 这里面 他意思就是说 下面说是前译与藏文版本 刚才那个前译和藏文版本 内容是一致的 可能是朱姆罗斯 当年翻译的蓝本是前译派的藏文本 不是说前译派的藏文本 他翻译的译本和 我们这个前译意思 说翻译的藏文本应该是同样的 他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这里的朱姆罗斯说 前译里面的诵诗是这个吧 这样的话 他前译论师的 他到印度去看见的版本和 然后当时朱姆罗斯到印度去看见的版本应该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 就是这个意思 不然的话 朱姆罗斯也不懂藏文 他看见 他依靠前译的藏文来译的话 肯定有困难的 这是这个意思 下面就是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与你不容呢 因为只有在诸法师缘起空性的前提下 缘起才可以合理 只能在梦法自身本体不成立的情况下 以因缘地产生神门王相的现象 才有合理的解释 正因为 无论如何也是不成立 四地才能有容身之地 其余的诸法才会因此而变得正当合理 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 那四地也是合理的 三宝也是合理的 因果也是合理的 都有一种合理性 我们应当以本体存在不合理的理由 简介推着自身不存在 从而对一切诸法所为存在的合理性 产生殊胜的定解 因为我们首先是知道 一切诸法师如果不空的话 它是不合理性 以这个理由 简介推着什么呢 简介推着一切万法不存在 一切万法的本体空性 才有如今我们各种各样的现象 业因果 极乐世界 还有我们拉荣佛学院 我的上师等等 有这样的合理性 如果一切万法是不空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的听法 听宗观 然后现在开始拿起笔来 开始做笔记 刚开始一样 这样的现象是不可能有的 然后如果一切诸法是不空的话 那么每天都是不能变的 每天都是杀乎乎的 或者一直这样坐着的 有时候忽视乱象 有时候旁边的东西拿来 有些时候在树上面也是画什么 牦牛啊 画黄牛啊 然后黄牛的尾巴上 托一个小小的东西 再这样带下去啊 如果万法空性 有这种合理性的 刚才也是这个意思 无论任何一个法 只要是空性能成立 则与缘起也能成立 四地等一切万法 也因此而显得合情合理 凡之无论何法 如果不是空性 则这种不控制 间接 四起 缘起也是无法合理的 并即而是四地等能力的 一切明言法 也不可能具有 合理存在的理由了 这个应论是因此吧 该为因此 因此你们所承许不空的见解 就以四地不合理 当自信独转的过失 对助长自信为空性的 我们挑战恋舍 亡加拙难 意思就是说 他们把自己的这种不合理的过失 推到我们的身上 但对自己的错误 错误的见解 视而不见 这种情形就像自己正起在马 然后忘起了垮下的马瓶 反而平白无故地 冤枉他人说是 你已经抢走了我的马 就这样 虽然你们也已经正是一座 具备缘起空性法相的马瓶 却因为心虚错乱而不可了解 从而强调具备缘起大 而以空性的 我们正直不息 本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有始终的所有的这些人 实际上他们还是 显现就是空性 空性就是现现 这样的一种缘起 空性的道理当中 经常在生活 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 他们比如说所谓的因果 所谓的善报 全部都是在缘起空性当中在操作 但是他一点都是不知道 自己所作所为 包括他所说的话 吃饭 诸禄等等 一切的一切的威仪 全部都是在缘起空性当中 就像一个人争着弃着马一样的 然后你说 你们中观所说的 一切万法是不合理啊 这样的说法 他自己完全是一种弃着马 然后说我的马被你吐着 然后就开始冤枉别人 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一些 现在世间的一些文学家 或者是一些世间俱将的话 他们也是很有可能 对我们中观派进行派斥 说你们一切万法都是空性啊 这种不合理 实际上他的 包括晚上睡觉 早上起来 吃饭 洗脸等等 一切的一切行为 全部是在缘起空性的环境当中在操作 只有缘起空性才能他有活动的空间 如果没有缘起空性的话 哪怕他稍微主动 或者他抬起图的机会和因缘都是不可能有的 但是这一点 因为我们世间的人非常非常愚痴 龙猛菩萨也这里带有一种 技巧的语气 说你们这个小乘宗太笨了 如果小乘宗那么笨 西芝麻都已经不知道 没有学过宗派的这些世间人 我们附近的这些人 笨得跟白色的老主没有什么差别了 虽然你们已经以《安卓业》《四四地名言》做法 以及言情 舍作等自行为 空性的种种缘起名言当中 但却做法为缘起的功效 蒙蒙动动并打掌旗鼓的教训 这一切不是空性 即而承许此等并非缘起 这一切的做法 与前面所成熟的那种 忘记了自己的承起 这种人是一求之合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根本没有任何差别的 但现在世间上的人 真的更多得不得了 他这一段有点点 我大概重新理会一下 他这里 因此如同对诸法称虚 空性者前所 你们已经坏坏了 如马平般的一切世间名言而辩论不惜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他这里不是对他空者说的 我这里说 因此如同对诸法称虚 空性者前所 你们已经坏坏了 如马平般的一切名言而辩论不惜 意思呢 他这里因为坏坏世间名言的话 我们不是刚才前面讲了吗 有时中他自己站在 世间名言和缘起空性的角度上 然后坏坏你们缘起空性的话 那么这个就像自己 已经骑着马一样的 实际上自己的马那样的 世间名言都不承认 有很大的过失 这一段话大概是这样理解 然后自己双腿正跨着缘起之马 他加上一个自己吧 自己正跨越着缘起之马 口中却喊着诸法不空 如果万法过正不空的话 那么这一切名言都被将照着重创 这与骑在马上面呼唤 马不见了的情形毫无差别 刚才从比喻上面 也进行说明的 自己跨着马 说我的马不存在的话 非常不好吧 自己已经住在名言当中 万法都是缘起心的空性当中 然后说一切万法缘起空性不存在 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对的 然后这里说 下面是实际上 加上一个实际上 实际上他们对自己宗派所具有的 四地已经不存在 至过失 数是不见 后面在一一一上 一一上的四个字不用了 我们前面改上一个实际上 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他们对自宗派所具有的什么呢 四地已经不存在 当过失 数而不见 实际上你们自己 四地不存在的这些过失 数是不见 并与他众无妙宗派开战对抗 将其自行军马以网之国一无所知 反倒过于人 认为他人抢住了自己的马 这是刚才那个 从意义上这样讲 总之那些对自宗王家 凭说的错误宗派 实在是与自己争弃在马背上 却将自己的网缺的人一样 将自己的国旧忽略 并发自内心认为 这一切过错在于他们 上述比喻是 极其细微而有深奥 所以上面好像 它可能比喻 意义 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 如果一个一个对藏文的时候 还是确实意义 很深奥的 如果你没有详细地对照 没有详细地考虑的话 好像是 棋子骂 棋子骂 一会儿说 一会儿说 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好像从表面上看 不太好动一样 但实际上它的比喻和意义 是非常细微 非常十傲的 然后如果我们自己站在 一切世间缘起的境界当中 然后不承认缘起空性 非常可笑的 所以这种东具非常愚痴 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说明的 如果你们对方认为 倘若诸法不空 四地当有 怎么会不合理呢 如果你们对诸法保有决定 存在自信的见解 并且诸法也过正与你们所认为的一样 存在决定的自信 这因为具别自信 不必灌待因缘的缘故 所以你们也会见到诸法的因缘 或者是缘起不存在的结果 他这里见到 或者你们的这种见解也已经称了什么呢 一切诸法都是无因无缘了 也应该这个意思 他对比善也是一种法太过 因为你如果见到一切诸法是有自信的话 那么你们的见解应该称了 一切万法都应该无因无缘了 从字面上应该可以这样解释 刚才刚开始的时候的调整 你们大概应该懂了吧 今天讲到这里 词穆商人到这里 你也词说 优优独播放